欢迎您播看《满金西门》 第一次知道红战辉 那年我刚好儿立 他小我九岁 在新闻里头 他个子小小的 上一秒还在教室里读书 下一秒就得上大街上捡瓶子去 身边还总是跟着一个更瘦更黑的小姑娘 不论什么时候 两个人只要在一起 就总是在笑 后来我才知道 妹妹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而哥哥红战辉从12岁开始 就独自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担 一边得照顾病重的老父亲 一边抚养年幼的弟弟 还有捡来的妹妹 一边还得努力完成学业 苦难并没有让他低下头 反而成为他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动力 苦难的经历并不是我们博得别人同情的资本 战斗才是最重要的 2005年红战辉带着妹妹上学的事迹被报道后 他成了当年感动中国获奖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这个毫无怨言承担起家庭重担的孩子感动了无数观众 他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书籍 话剧 动画片 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红战辉同学 珍惜生活 努力工作 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字幕提供动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